大家好 這裡是Moji 今天我們要玩一款恐怖解謎 它也不是解謎 算是逃脫的ADBRPG 叫做Misodes 應該是這樣唸吧 我也不太會唸 最後是我有去查一下是物妄草的意思 物妄草是一朵花的名稱 那這款遊戲呢 其實我已經在之前有看過 日文原文的實況了 那其實我已經稍微知道一些劇情 那我們這一次剛好它有釋出的 在校約漢話組有釋出的中文漢話 那我們就想說趕快下載來試試看 那我們就直接來開始 對了 我忘記講說它這款遊戲是以追逐戰為主 所以我現在有點緊張 那我們現在玩的好像是作者之後又重製的版本 因為我之前看到的版本跟現在看的有點不太一樣 那我們這邊是有一些難易度的調整 還有一些基本操作 看一下喔 它成長是Shift之後重製的部分 好 那我們就玩Normal就好了 適合有點挑戰的玩家 我忘記說它這款大約30至50分鐘 那可能就是看大家手殘程度吧 這是一款一邊躲避詭異的怪物 一邊從未知房屋逃脫潛行的遊戲 怪物會隨著現實時間流動 不斷地尋找你 怪物也和你一樣會開門關門 在房子中移動 只要怪物發現了你 就會拿著針筒追你 請好好享受為了不被發現而躲藏的緊張感 被狂追的血脈噴張 以及隨著探索後 越來越明朗的故事劇情 本遊戲在音效方面 有距離與方向的概念存在 建議帶上全罩式的耳機或耳瓜式耳機來遊玩 可是我不太喜歡戴耳機 好 那我們是操作了一位女性 有蠢腦在訊服的 OK 布娃娃還很新 抱枕有點舊 有放著一張紙 怪物每天都會來幫我打針 打完針後 總是會覺得噁心 頭暈 我漸漸地一開始失去自我 讓痛苦的事物全部都消失掉吧 應該不會突然跑出來吧 我這其實蠻怕這組戰的 衣櫃 裡面收納著樸素的婦女衣服 咖啡 有灰塵浮在表面上 不想喝 燉菜 腐敗了 不想吃 噢 我們叫做美婿 OK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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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有看到我是不是 只是我這樣子 呃 我要怎麼出去 硬桃嗎 等一下 也太緊張了吧 才開始而已 就來這裡 來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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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咬到 居然被咬到 又被咬到 對不起 可以重新選擇難度嗎 突然想到 不知道可不可以耶 他好像沒有發現我 我先存檔先存檔 相父 嬰兒的照片 兒子出生於1982年9月7日 小孩子的照片 金幼稚園 國小入學 加入足球社 國中入學 高中入學 切單高的照片 簡會典禮 2005年11月22日 嬰兒的照片 第一個孫子 2006年7月4日 書櫃 排列著小說 與繪本等等 半數都泛黃了 窗戶被書櫃擋住了 難以從這裡逃脫 外面似乎下著雨 他應該不會 跑進來吧 收納著樸素的西裝 有一張架照 掉在玻璃的櫥櫃裡 圈圈圈 1918年7月8號生 照片中 是一位年賣的男性 啊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才講到一件事 我的那個準備中 我又忘記收了 真是收不了 名字因為玻璃櫃 玻璃櫥櫃的無垢 而看不清楚 收納著樸素的西裝 喔 樣子 那他說怎樣 外面正在下著雨 書櫃 陳列著音學要寄證照 考試相關的書 以及檔案資料 每一本都貼了許多標籤 我的目光是有紅色標籤的西影 寫著櫃子上方 櫃子上方 好 沒關係 呃 先存檔 感覺很重要 書櫃抽屜鎖住的 中面上的字典 鋼筆等等 牆面上掛著一張照片 水族館前 站著一對男女 大概五十多歲 照片印有 2003年3月5號 垃圾桶 裡頭只有垃圾 始終 指針指向12點04分 可以推嗎 搞不好可以推 不行 那是書櫃上面 好吧 很蠢檔 我覺得 沒有怪物會來追我 天啊 他沒有 沒有發現到我 門後好像什麼 躲起來 是不是要等一下啊 你太可怕了吧 所以他上去了對不對 好 你可以偷看一下嗎 啊 先不要好了 好可怕喔 我這剛讀過 我可能會一直存檔喔 所以大家請不要 太那個 太在意 他還沒走欸 他一直在那裡 那我們 他這裡有一個所住的抽屜 可是我不知道密碼 他也不讓我去 那叫什麼 設定密碼 不是有時候都會跳出那個 數字嗎 啊 跑掉 跑掉 06分了 例如 照片 一對三十多歲的男女 和一位小孩子 站在屋子的旁邊 是張老舊的照片 例如 隨著木材消盡 火也洗了 這裡有一個平台 可以放鍋子等物品 木材相當乾燥 訪車 沒有訪完的綠線 呃 綠線被擱置在這裡 天瓶 盤子裡殘留著 白色的粉末 旁邊有個裝有白色粉末的袋子 和裝有透明液體的品質 筆記 其用白色粉末的是用份量 副作用 以及製食量 它是 打了什麼 在我的體內嗎 這裡也可以上來 好可愛 布娃娃 玩具拼圖 其實我發現它地圖還蠻大的 櫃子 收納著裁縫工具 文具以及火柴等等日常用品 書櫃 排列著中學生 教科書和漫畫的單型本 漫畫幾乎都是少年像的 美本不是泛黃 就是破損了 呃 排列著 哎呀 我為有不一樣 陳列著手工藝或原藝相關的書 以及女性雜誌和速度雜誌 每本都泛黃了 衣櫃收納著小孩子的衣服和舊衣服等等 筆記 位置外面 位置這裡的平面圖 如何工作 貪人的言行 飲食 放東西的地方 小孩子的名字 最初採用 我的名字 最初採用 家人的年齡 已知的難色詞彙 衣服的選擇 理性 皮帶的戲法 說話的方式 自己的年齡 發生方法 關於孫子 關於兒子 關於我 幻想 下面沒有寫什麼了 不好意思我喝個水 這什麼 梯子 肚子很餓 使不上力推 所以我們要去吃東西嗎 咦 怎麼辦啊 他又來了 可能要等一下 我覺得 他如果一直在那裡 咦 怎麼突然 櫃子 他突然叫我拿走火柴耶 那我拿走吧 那我再 事實調查一次 我在想到 使用物品的話 要怎麼使用 這樣 如果要換物品呢 我剛剛沒有仔細看 好 對不起喔 我想要一直存檔 我 不忘草 種在這裡 學名 他的學名就是我們現在玩的這款遊戲的名稱 叫做 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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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唸 哈哈 算了 花語是真實的愛 勿忘我 木桶 裡面什麼都沒有 喔 他做的好細喔 裡面有食材 要吃的話 都得加熱 餐具櫃 可以拿 收納著餐具 平底鍋 鍋子等廚具 以及調味料 水槽下的收納空間 被密碼鎖住了 我不曉得 先等下去煮菜囉 這是 出口 建議的掛索 從那一廁所說的出口 哪種木材 呃 我們現在可以把木材擺好 之後我們剛好也有 火柴的打點 哇 在煮肉嗎 還需要39秒 OK 那我們就在這邊等嗎 我們這邊目前是沒有 呃 線索的 還是我們適處來找一下線索 哇 沒關係 他已經快要加熱完了 我們就 等一下就好了 欸 這邊是另外一邊的照片欸 一對年輕男女友 一對年輕男女友 一位小孩子 站在一起 印有2012年10月09號的 屈心的照片 這個我想說他的這些 呃 年份啊 會不會有什麼 密碼的 提示吧 因為現在就目前只有日期 有數字 這樣子 呃 那我應該好了吧 吃飽了 也太快了吧 那我們就可以 推這個 推 欸 推這個推這個 欸 嘿嘿嘿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是要把推出去的意思嗎 因為我們是在二樓欸 椅子 能推得動了 我知道啊 欸 欸 原來是不能 不是 我以為要推出去欸 所以是要推到 推到哪裡啊 真的不能推出去 哪邊 的櫃子上面 是這邊嗎 不是 欸真的推不過去欸 喔 爬上去 原來是這裡 放著一把小鑰匙 OK 我們目前又拿到了 下一個道具 小鑰匙 樓上有一個 抽屜是鎖住的 呃 等一下 它那個過畫面 哎呀 不行不行不行 它過畫面還蠻 呃 還蠻快的 所以它我有點緊張 嗯 稍微等一下好了 搞不好它等一下熟掉 啊 它沒下去 我以為它下去了 拜託你快點下去啊 喂 等一下 欸怎麼突然追我啦 啊不行 被它看到 好啊 我本來想說 可以 跑的 完蛋了 跑到這一個 這一個爛地方 算了 反正我先逃過 我們先把這裡打開 裡面有一本寫著三月份的日記 三月一日 臉色越來越差了 三月二日 雖然我不願意這樣想 但是已經不能像以前一樣生活了 三月三日 無法用嘴巴吃東西 只能用點滴補充營 三月四日 兒子來探望了 看到父母衰老的樣子 兒子難掩失落的情緒 三月五日 不知從何開始 我們都會在它生日時去水族館 它喜歡海洋裡的生物 但是今年不能去了 三月六日 我可能什麼都會忘了吧 今天 把旺草 啊 今天給旺草施肥了 三月七日 收到了孫子們的照片 好像是在兒媳婦 28歲生日時拍的 壁爐在 裝飾在壁爐的旁邊了 呃 三月八日 孫子打電話來了 雖然他有帶助聽器 但他還是沒能聽清楚 三月九日 想起了以前的事 是舉辦家庭出友的事 那時候拍的照片 放到哪裡去了呢 三月十日 針頭扎歪了 導致手臂暈血了 三月十一日 不走的時候 你應該會為我哭泣吧 過去一直覺得 會是年長的我先走 雖然不想這樣想 但先離開的該不會是你吧 三月十二日 出門散步 在公園看到恩愛的夫妻 三月十三日 他差點出了車禍 如果卡車沒有停的話 就死定了 三月十四日 買了掛鎖 把出口鎖了起來 三月十五日 那朵花是他托不給我的 總有一天 我會把這個花還回去 三月十六日 我在散步的時候 那傢伙對我說 那傢伙說 他對我的遭遇感到同情 這哪有什麼好同情的 三月十七日 披財的時候 感到體力衰退了 三月十八日 我從他的生命中 離開了 三月十九日 一整天都在回味 他曾經對我說過的話 三月二十日 我買了布偶 是一個巨大的貓布偶 送給了現在的他 三月二十一日 剩下來也沒關係 請家檢視一點 三月二十二日 外屋做的飯 三月二十三日 決定拿刀刪了他 出了許多謝 三月二十四日 因昨天的事而買了鎖 立馬決定用家人的出生 月份組合而成 順順由年長排到年幼 喔 鎖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這很重要 呃 家人的 家人的出生 月份 從年長 年長到年幼 OKOK 三月二十五日 快回來吧 再讓我看看你的笑容吧 三月二十六日 孫子來了 還孫子滿 三月二十七日 變得日間消瘦的他 變得不再消的他 空洞的眼神 望著天花板 三月二十八日 開車 差點出了車禍 反應變得相當遲鈍了 三月二十九日 他以前的同事通了電話 他好像持了藥劑室的工作 三月三十日 睡不著的日子 持續著 欸沒有了 欸我寫字滿了 怎麼突然變滿了 好 願意安安 OK 那我們現在有得知道一個關於密碼的線索 可是呢 我們要去稍微看一下那些照片 這個我們先看一下 因而出生的照片 他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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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兒子 兒子是1982年9月 因為他還要 呃 年長到年幼來排 那我們稍微看一下 這邊有沒有其他的 這是結婚典禮耶 結婚典禮 好記一下喔 沒關係 這是第一個孫子 第一個孫子 第一個孫子 第一個孫子是2006年的7月 那這樣就有兩個人了 因為欸他剛剛好像也沒有說有幾個人 喔這樣就沒啦 真的沒啦 我們再看一下那個 這個 限時 之後兒媳婦是28歲的生日 28歲 所以兒媳婦是3月囉 兒媳婦 兒媳是3月生的 所以他28歲 嗯 這樣有點難推 沒關係先這樣 我看一下他的那個 那個 那句 限數 昨天 的 是因 而滿的 鎖 是那個 呃 是畢爐嗎 還是哪裡的鎖 好沒有了 我這裡 好吧我不知道 我幾月生 喂 喂 喔 你快走好不好 討厭欸 還不走 我硬闖欸 結果沒事 他說的數應該只是個了吧 呃 12345 喔有6個人 那我們目前得知有12 123 3個人 欸就有3個人欸 好 完蛋了 那我們再去看那個照片 呃 好吧 他不走的話 我根本沒辦法看那個照片 而且他進來了 欸 好那我們再看一下這個照片 他這邊是有一對年輕的男女和一個小孩子站在一起 是一張新的照片 可是 我不知道 他是 喔他是講生日嗎 因為剛剛那個日記 有提到 2012年11月 沒關係我們先 我們先記一下 等一下我剛剛 也不知道從哪裡得 突然推斷 說 爸爸的 出生月份 是在11月 欸 等一下喔 有點頭痛喔 還是有哪裡 啊這裡啦 粉蛋喔 7月啦 爸爸是7月啦 唉呀 唉呀 零 我意思是零 零七三 九三七嗎 7月 這樣少一個人欸 OK沒關係 我去試試看 因為如果以年長到年幼台序一定是 老爸 現在目前看的是老爸 老媽 兒子 兒媳婦 跟孫子啊 只是現在 我不確定的是說 呃 老媽 的月份 呃 好我要出去囉 我要出去囉 欸 你看吧 你們看 我剛剛 我剛剛只是走過去而已 我已經 差點嚇死了 好 那我們 我再帶大家看一次日記好了 我先帶大家看一下相簿 因為他這個 他就是有個密碼 他是講說 要從家人的 年長到年幼來排序 可是是排他的月份 那 他這個兒子 他所謂的兒子 是指這對老夫妻的兒子 所以他是9月 好 那我們自己再看 看他之後 兒子長大對不對 長大之後他結婚了 可是結婚並不是生日 只是結婚典禮的時間 那之後沒多久 他的第一個孫子 就出生了 就是兒子的小孩嘛 就出生了 所以我們剛才 我又從其他地方推斷 好 這邊先 我先不要講這個 我先來看他的日記 日記前面他就是在講說 他沒辦法 回到以前的生活 因為他可能 身體上有狀況 這樣子 那他兒子來探望 應該就是指剛才那個相簿 我最一開始提到的 九月生的那位兒子 他就來探望他的父母 之後不知道從何開始 他們都會 一起在生日的時候 去水族館 就是他可能指的是媽媽吧 我覺得他應該是指媽媽 但是他說今年不能去的 可是他沒有提到說他媽媽 是哪個月份 那他日記又是三月 所以我那時候是推斷說 媽媽的生日有可能是在三月 或者是 或者是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覺得應該是三月 那之後他又開始慢慢忘記一些東西 後來收到孫子的照片 他的兒媳婦在28歲時拍的照片 之後是在裝飾在壁爐的旁邊 那剛剛我們已經看到壁爐旁邊 壁爐旁邊呢 那張照片是2012年11月 11月的照片 可是我剛剛算了一下 2012年兒媳婦是28歲 那如果我用那個兒子的年份去扣的話 兒子那一年是30歲 所以等於說兒子一定比較大 他的兒子 那後面的順序就是兒子 兒媳婦 孫子 這樣應該是沒有錯的 可是現在呢 我們現在就是擦了媽媽的生日 好那這邊就是講到想起以前的事 是舉辦家庭出舊的事 那時候的照片拍到哪去了 我會要找這個照片吧 所以我剛剛爸爸的生日呢 就是我這樣很笨的 忘記說他有個駕照 就是7月的那個駕照 那他一定是排到最前面 因為爸爸最老 因為他剛剛這邊他有提到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他有提到說 呃 會覺得是年長的我先離開 離開你 嗯 那他說年長的我應該是指爸爸 爸爸 離開了 他自己的人 媽媽嘛 就是妻子 這樣子 所以一定是爸爸 妻子 兒子 兒媳婦跟順子 應該是這樣的排沒有錯 所以重點 我剛剛看到重點就是說 他 講到了一張照片 而且他說不知道放到哪去了 所以我們有可能 要來找那張照片 好沒有關係 我們 來找找看 這裡有一張照片 水族館前 站著一位男女 大概五十多歲 而且是3月5號 所以媽媽是3月沒有錯啊 3月沒有錯啊 可是我剛才排的順序 他有六位數耶 好 反正我們回來了 我的推斷是這樣啦 我覺得應該是 沒有欸 不對 爸爸嘛 爸爸媽媽 兒子 啊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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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九三 啊 我解開了 對不起大家 我知道為什麼會錯 是我排錯了 十一月沒有錯 兒媳婦是十一月 爸爸七月 之後 媽媽三月 兒子九月 兒媳婦十一月 之後最後孫子是七 所以我們的答案是 是七三九十一 呃 七三九十一七 正式的 水巢下的收納空間裡有一把刀子 把刀子拿走 嗯 OK 我拿到刀子 之後 要幹嘛 其實我推斷沒有錯啦 是我自己 排錯了 我 我再看一下我的那個 我的筆記 對對對 是我自己排錯了 那我拿刀子要幹嘛 可以殺人怪物嗎 怪物呢 我 我要找你的時候偏偏找不到 對不起啊 浪費了這麼多的時間 欸 怪物呢 怎麼不見了 他怎麼突然在那裡的啊 對 注射器 已經灑在木頭的地板上 已經空了 怪物 血液從腹部的刀傷中 不斷的流出 緊握著像這鑰匙的東西 不肯放手 也同樣的將刀子握著 不肯放手 拿走注射器 其實 從剛才這樣子推斷 可以得知 其實我 就是那位老奶奶 那 我們要將粉末 與液體到入注射器中 結果我們剛才把 呃 刺傷的這一位呢 其實就是 老太太的 丈夫 從男子手中獲得出口的鑰匙 想不起來 沒錯 我 我們自己就是 這位 這位老奶奶 那她一直不讓我們出去的 這位就是她的丈夫 那可能就是這位老奶奶呢 她可能得了什麼病吧 讓她的記憶一直上屍 一直上屍 之後甚至連她的丈夫都想不起來 但她一直想要出去 也不會就讓 被我殺死了吧 之後奶奶 不會被車子撞死了吧 奶奶 即便你忘卻一切 无论受伤也好 无论在你眼中的我 是什么模样 我对你的爱 依然存在 好难过 等一下我好难过 其实这款游戏我之前就有看过 日文的原文的实况 那时候我看完的时候 也是好难过 因为其实在那个日记里面 就可以发现说 那个应该是爷爷写的 就是他已经发现说 那个奶奶已经 开始生病了 开始忘记很多事情 那可能为了要 控制他的病情 所以必须一直注射 用针籠布生药物之类 天啊好难过 因为他之前这款 这个游戏的作者 之前是做那种 蛮惊悚的 就是他就是 吓人的这样子 之后没想到 这次做的这款 真的很棒 我让人家好想哭哦 好难过哦 让我平复一下心情 好啦那这款游戏呢 就先玩到这里了 那我这边就先做个结束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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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